当我谈到呢 现在世界经济还有第二个挑战 这个挑战是新的挑战 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 世界经济的拉动力 发展的确源地 过去一直在发达国家 但是从2008年 出现 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后 这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 可以讲到说是突如其来 大家心里都没准备 而且呢 来势汹汹 2008年9月份 联邦兄弟倒台以后 全球的股票市场 下跌的幅度超过百分之十 国际贸易萎收的程度 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全球的经济出现了 从二十四月大战以后 第一次的互增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达国家 经济下滑 失业率局地上升 包括像中国 这个经济发展一直 非常好的国家 也在2008年 第一 2009年初 在沿海地区出现了 两千多万的农民工 被解职 找不到工作机会 首先呢 世界各国 吸取了 1930年代的经济 大萧条的经验教训 然后在二十个极端的领导下 采取了三项政策措施 第一项政策措施 是出现危机的 美国 欧洲国家 由他们政府 伸出援手 给他们的金融机构 那么闭门内 银行的大批垮台 不像 经济大小条那样 银行大批垮台 第二个呢 就是 由他们政府启动 积极的财政政策 跟积极的候補政策 然后呢 取动需求 然后维持经济的 发展或是复苏 那么第三个呢 是 共同决议 不管国内的失业率多高 但是不能推行 与您为何的贸易政策 贸易保护 继续坚持 自由贸易的政策 然后在这三个政策的 共同作用之下 那么 世界经济 可以讲说 避免了 最糟状况的可能 但是现在 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花大国家 仍然是增长华率 花大国家 仍然是失业率高级不下 并且呢 政府的债务不断地积累 尤其是 欧元区的南欧国家 像希腊 像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他们呢 政府的主权债务 危机不断 如果 欧洲中央银行 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不给他们短期的救援 来帮助他 祝福政府 到齐的债务的话 那些国家就要宣布破产 而他破产所带来的冲击 很可能比2008年 联邦兄弟倒台 所带来的对全世界的冲击 还要大 但是 问题是 这些国家 即使得到他 欧洲中央银行 或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短期的援助 如果这些国家 不进行能够提高 他的竞争力的结果性改革 那么 任何短期的援助 都会只是像止痛药一样 吃了以后 缓解一段时间 但是三个月 六个月以后 问题会重来 而且重来的时候 会比上一轮的时候 还更严重 这实际上是2009 2011年以后 一再表现的问题 那么结构性改革 非常重要 这基本上是 所有的国家都有共识 但是非常难推行 为什么非常难推行呢 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 它国内必须减低工资水平 政府必须削减福利 政府必须减少开支 并且它的金融机构 并且它的金融机构 必须去杠杆 原来一块钱 可以做十块钱去贷款 去花 现在一块钱 只能作为五块钱 去贷款去花 这些结构性改革 从中长期来讲非常好 可以提高 这些国家的竞争力 也可以提高 这些国家 防患各种金融风险 冲击的能力 但问题是 这些结构性改革 多是搜搜性 这些结构性改革 不管是降工资 减少福利 或是金融机构去杠杆 必然减少这些国家的需求 需求下降了以后 经济增长率就慢了 失业率就会高了 我们知道 现在这些发生危机的发达国家 失业率已经非常高了 欧洲国家的普遍失业率 超过百分之十 那么像西班牙 它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三 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政府要推行结构性改革 那么就会造成雪上加霜的情形 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的不稳定 政治的不稳定 那么这些国家呢 因为担心那种状况的出现 即使为了得到短期的援助 答应欧洲中央银行 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会去推行结构性改革 但是拿到钱以后 实际上推行不下去 那么这个状况 危机在一个国家 二十四个大战以后 也经常在某些国家 某些地区出生 好像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那么当时如果出现类似的危机的时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方 是三管齐项 第一管呢 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第二管呢 是要求这些国家的货币 大量减值 贬值 那么这种货币贬值的话 它的出口竞争率就增加了 由外需的增加所创造的就业 来弥补在结构性改革 又内需的不足所增加的失业 然后这个当然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给它一笔短期的严肃 来支付 这个转型期的必要 但是现在这个要方不灵 不灵的原因是 南欧这些国家 它根本没有独立的货币啊 因此它没有办法靠贬值 来给它结构改革创造空间 当然 欧元区作为整体是可以贬值的 那如果欧元贬值 当然它也可以给这些 发生危机的国家 增加出口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但目前的困难是 从2008年的危机发生以后 美国有同样的结构性问题 大家也知道 美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提高它的竞争力 而且提高它的风险抵抗能力 但美国的失业力也那么高啊 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 从2008年到现在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推行 另外呢 日本 它从91年的泡沫经济破满以后 大家也知道 它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提高它的竞争能力 但为了同样的理由 日本从91年到现在22年了 它的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推行 那我们知道呢 美国 日本跟欧洲都是发达国家 他们的生产的产品 是同一个等级的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面竞争 如果欧元区想用贬值来增加出口 创造它结构改革的空间 谁必须付出代价 就是美国跟日本 它就要减少出口增加失业 可是它的失业已经那么高了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欧元区 它想用贬值来创造思路 美元也同样会采取贬值的政策 日元也同样采取贬值的政策 出现竞争性贬值 结果大家的比价都不变化 出口都不能增加 实际上这几个月发生的情形 就是这个情形 当欧洲中央银行宣布 无限制的购买这些花生 只成在国家的政府公宅 那么它是无限的购买 就是无限的发钞票 这个政策一出它以后 美联储马上采用 第三轮的数量宽松政策 日本政府也马上宣布 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也马上宣布 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出现竞争性贬值 导致的结果呢 谁都不能增加出口 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世界的主要经济 欧洲 日本 美国 都很可能不日本的货产 出现相当长的时间的经济增长乏力 然后在过程当中失业率非常的高 然后呢 政府的债务不断的积累 我们知道日本 在1991年的时候 它政府的货债 占国内生产种子的比重只有60% 在发达国家这是很低的水平 但到现在 它政府积累的货债 占它国内生产种子的比重 就达到百分之两百三十 目前发达国家 不然在欧洲专美国 它政府的货债 普遍 已经超过国内生产种子的百分之一百 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 会像日本那样的往 200不更高 那个方向去走 当政府的货债 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这么解决呢 为了降低这些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 以及举债的成本 这些国家会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把利率压在接近零的水平 实际上日本从1995年到现在 它的利率水平一直是接近零 那么这个政策 目前美国是采用的 欧洲也是采用的 而且可能是长期采用的 如果利率接近零 而且货币非常宽松 就代表流量性非常的多 在那种状况之下 会产生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的结果呢 是会鼓励这些国内的短期的 各种的投机活动 然后大量的资金呢 就会进入到股票市场 把股票炒得明显的泡沫化 你比如说美国的 道琼斯股票指示 现在已经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2008年是只有泡沫 我们是知道的 而现在美国势力经济的健康程度 比2008年的时候还低 但是它股票指示已经那么高了 所以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 他知道这是泡沫的 他就知道是风险非常高的 因此呢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的信息 那股票市场的波动就会非常大 就会出现 现在国外华尔街投资家 所讲的新常态 投资的回报率非常地低 风险非常地高 军力增长非常 华丽失业率非常高 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新常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国际货币的局势 它不仅是会影响华大国家 而且大量的转期的投机 会流向国际大中商品市场 不管是石油还是粮食 然后呢 把这个价格造得虚高 但同样的 大家知道它是虚高 因此任何信息 都会造成现在大中商品市场的 价格的大幅的波动 并且呢 这些短期的投机资金 也会流进到那些 经济的实质们比较好的 新兴经济体 包括像巴西 印度尼西亚 印度 中国 这样的一个国家来 然后呢 它如果大量的资金流进来 一旦会把你的股票市场 黄利产市场造成泡沫环 二方面呢 会逼使你的货币升值 减少你的出国竞争力 等到你出国竞争力 减少了失业增加了 它又开始畅通缩 你的股票市场 黄利产市场有泡沫 所以为了避免 它有大量资金的流出 造成这个资金 大进大出的情形 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 创造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这种状况 不仅是会影响到经济面 也很可能影响到政治面 我们知道如果发达国家 它长期走不出 它的危机 它的高失业 它的经济增长华丽 政治人物 为了重新当写 就很可能会到国外 去找各种蒙顿冲突 因此呢 各种右派的势力就会抬头 像日本现在出现的情形 或是美国重返亚太太平洋的 这种情形 在国际上爆出三红点火 创造国际矛盾冲突 来转移注意力 那么这个是很可能 在这种新的矛盾 新的冲突之下 出现了新的格局 让这种格局 对发达国家不好 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好 那有没有出路 我觉得 出路在于新的思维 因为呢 如果发达国家要走出危机 前面谈到 非常重要的是 他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然后提高他的竞争力 提高他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 过去 他结构改革的空间 是靠货币点值 那么当时 他靠这种方式能行 有两方面的条件 因为发生危机的国家 自己有货币 第二个 世界上其他国家 基本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靠一个国家的出口 货币变成增加出口 然后来对冲你 结构改革 的萎收的效应 那么现在这条 政策思路 已经过时不可用 也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我觉得新的办法 并不是没有 但必须有新思路 才能有新出路 这个新思路 就是最近我常常强调的 用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方式 来进行全球的基础设施的 大规模投资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投资 那么就可能创造 足够大的需求 让发达国家能够出口 他如果能够出口 他能够创造 对他的产业的需求 那他就能增加就业 他就能够来 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我们知道在目前这种经济 非常疲乱的状况之下 发达国家 因为失业率高 那么维持社会稳定 必然要失业就继 然后失业就继 是政府的开始增加 但是经济疲乱 政府的财政税税是减少的 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政府的负债就会增加非常多 这是一个 他不得不的选择 但是如果说政府要增加负债 以其花钱去做失业就继 不如花钱去搞投资 因为搞投资 那是凯思主义的 花钱搞投资是凯思主义 那你搞投资的话 你短期能够创造需求 创造就业 这是凯思主义 但是传统的凯思主义是说 当你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经济桌球波动的时候 中午搞投资的话是挖个洞补个洞 那如果是挖个洞补个洞的话 生产力水平没提高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是现代很多人反对凯思主义的原因 是说如果你的生产力水平没提高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目前创造就业增加收入 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政府的支出变成债务政府总要还 要还的时候你就必须增加税收 一个可能是民税 一个可能是通货通账税 那么大家一起未来的税收增加了 当然状况之下为了平凡消费 平凡消费 那么现在就可能即使有就业 他也要增加储蓄 然后来支付未来政府增加税收的必要 但这种状况之下 就会形成怎么样呢 政府花钱创造需求 可是老百姓呢减少需求 总需求不增加 导致的结果呢 是危机走不出去 然后政府的债务不断积累 如果老百姓可以不增加税收的负担的话 那么现在有就业就能够增加需求 然后政府的投资的需求也增加 那么经济增长就增加 就业就增加 就给他们结构改革创造空间 另外的话 他未来的经济增长会高 那么在花达国家里面 这样的机会 当然并不是没有 你比如说前几年 我在华盛顿工作 华盛顿到纽约 它的火车的距离是220英里 差不多360公里 那么目前呢 最快的火车是Untrek 要花两个小时45分钟 可是如果这360公里 建我们现在的高铁 时速350公里 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 那这样生产力水平 就可以提高的非常的多 那么另外你比如说像英国 大部分的管道 是150年前建的 效率非常的低 花达国家普遍 它基础设施都是咬救的 因此改善的空间是有的 但是我这里强调 如果只是花达国家 搞自己的基础设施 有帮助 但是不够 因为呢 花达国家 它总体来讲 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好的 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搞基础设施 增加生产力的空间不到 日本从91年出现 货帽经济破卖进入到 经济增长疲软 事业力很高 日本政府当然也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搞凯恩斯主义 有一个在东京住的朋友跟我讲 他在东京住了五年 他家前面那条道路 日本政府挖了又补 补六又挖四次 当然越挖越补是越漂亮 但是生产力学比没提到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 第一个含义是 变挖个洞 补一个洞 变成提高生产力的投资 第二个含义是 跨国界的投资 我们知道 花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善 但是发展中国家 普遍基础设施是严重不足的 我相信在座的请约江 都到过南洋 都到过拉里美洲 都到过非洲 你去那个地方 到处是瓶颈 电力不足 然后呢 港核售备不足 道路不足 是这些国家 发展的瓶颈 你不怕中国好一点 但是中国的内层的基础设施 又是严重不足 那么这些基础设施 它的投资 都有很高的 不仅是社会回报 而且是经济回报 但是呢 发展中国家在搞基础设施 虽然机会非常好 但它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 它普遍是政府的财力不足 或是它外汇不足 那么在台力不足 外汇不足的状况之下 你搞基础设施投资 你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 而且它是一个中长期的 才会有回报 如果你现在没有资金 你就不能支撑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提出的超越坎实主义的 第二个含义 这样一个新的思维 就是利用发达国家 前面我讲 它面临的选择是什么 第一个呢 它是运通货 它是储备货币 它可以运钞票 来发四月九季 但它也可以用运钞票 来搞它自己国内的基础设施 或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我们知道现在是全球经济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它会创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然后呢 帮助发达国家创造它 结构改革的空间 而且如果能这样的话 发展中国家 我前面讲 从新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 它如果产业要升级 那么它的经济发展 就要不断完善它基础设施 也会给它经济的长期发展 创造更好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 实际上就有一点 我们常讲的 当花生火灾的时候 一个虾子跟一个瘸子 两个人合作 虾子 它有腿能跑得快 可是它不知道方向 虾子 它呢 知道方向 但它跑不快 这里面的情形 是它发达国家 跟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也就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我们能够有全球的 一盘旗的思路 来推动一个全球的 故书计划 按照超越凯斯主义的原则 投资那些能够提高 经济增长权利的 基础设施的评定项目 那么 发达国家 它可以 摆脱我前面讲的 这个经济增长华力 失业率非常高 风险非常大的新常态 恢复到常态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 也能够摆脱低收入陷阱 或是中等收入陷阱 然后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 我把这个称为 新兴常态 新兴常态 我觉得 我们进入到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这个世界的格局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 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 还陷入在低收入陷阱 跟多种收入陷阱 不能够实现他们从低收入 经过中等收入 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 这样几代人的共同愿望 而且呢 现在的发展国家过去是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他们现在呢 也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的增长华力 失业力高 政府债务不断积累 然后呢 利用他的货币特权 把他国内的矛盾 变成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可能由经济问题 变成政治问题 使世界经济进入到 风雨飘摇之中 发展中国家 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 过去的发展道路 老是依据发达国家的理论 以发达国家做标准 因为第一波的发展理论 第二波的发展理论 都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 他们的参照系 都是发达国家的产业 他们有什么 他们能做好什么 然后来看发展中国家 缺什么不能做缺什么 用意识良善的 希望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也能拥有 像发达国家有的 做好像发达国家能做好 但是理论是指导实践 实践的结果 效果都非常的差 真正成功的国家跟地区 都不按照这个思路做 那些成功的13个经济体 当他们在成功的阶段的政策 从当时的主流思想来看 都是错误的 因为人家讲出口导向的时候 人家讲进口替代的时候 他们讲出口导向 人家讲政府不应该干预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积极有为的政府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新的思路 这个新的思路 就是看他们有什么 也就是他们的要素顶部 在这个要素顶部之下 他们能做好什么 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 然后如果要把这个比较优势 发挥光大 他的前提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政府 的经济 跟一个有为的政府 如果能这样的话 他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 发展充分低荒 扩华优势 我相信世界上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 都有机会 以每年百分之八 或更高的经济增长 持续一代人或两代人 让我摆脱低收入的陷阱 进入到总统发达国家 然后实现 成为发达国家的这个愿望 那么发达国家 要走出当前的困境 也同样需要有新的思路 这个思路 是不能报产首缺 必须面对现代的危机 是全球的危机 解决全球的危机 必须有全球的视野 跟全球的视野 这个全球的视野 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 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之下 由政府来创造需求 但这个创造需求 必须是能够创造 能够提高 生产率的这种需求 那么投资在解决 他们经济增长的瓶颈措施 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发达国家 这个机会不足 所以呢 发达国家 也必须把他们投资 换为 包括在投资回暴力的 化展龙国家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既能帮发达国家 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让他们走出危机 也能够帮助发达国家 更好地实现 他们每年8%增长的潜力的机会 那我希望呢 我们为这个目标 共同努力 谢谢 优优独播剧 wildcard